世界上最好的运动是什么? 走路 世卫组织认定 走路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 数据统计 每走一步 可推动人体50的血流动起来 活血化瘀 可挤压人体50的血管 是简单的血管体操 至少可运动50%的肌肉 有助于保持肌肉总量 一起来看看走路的19条一处 1. 增加记忆力随着年龄的增长 人的记忆力也在退转 不行能够增加记忆力 记住每天早上走路 记忆力会越来越强了 2. 打开经络长期 坐在办公室 没注意身体 经络僵硬了 全身会有小疙瘩 坚持不行 疙瘩就少很多 3. 疏通脉搏经络不通 脉搏自然僵硬 全身都很紧张 很僵硬 每天下午不行半个小时 全身放松了 4. 身心清安 身心不活 身心不安 身心不平 身心疾病都来自于气血不通 气血不通的原因就是经络不通 所以身心都不自由 通过走路 气血通畅了 身心就自由了 这方面与不产有关系 5. 增强心脏功能 不爱运动 所以心脏不好 不行能增强心脏功能 使心脏慢而有力 6. 打通血管医学奖 不行能增强血管弹性 减少血管破裂的可能性 也能够增强全身弹性 7. 增强肌肉力量 生活没有规律 所以全身肌肉僵硬而没有弹性 没有力量 通过步行之后增强肌肉力量 还有强健腿力 足力 筋骨 而且关节也灵活了 8. 通畅血液循环 人体血液不通畅 因为经络和脉络不通 人容易的病 步行能够打通经络 增强人体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 9. 减少五脏疾病 五脏六腑需要运动 如果不运动 自然就硬化而得病 因此 步行可以增强消化线的分泌功能 促进胃肠有规律的蠕动 增加食欲 增强五脏六腑弹性的功能 很多疾病自然就治愈 10. 治愈三高有三高 医生们开了很多药方 没有大的效果 开始走路吧 5个月减了40斤 三高就三合了 步行对于防治高血压 糖尿病 肥胖症 习惯性便秘等症 都有良好的作用 11. 精神快乐脏医学奖 定时坚持步行 会消除心脏切血性症状 或降低血压 使人体消除疲劳 精神愉快 缓解心慌心剂 人不愉快 与血性有关系 步行能减少血糖 血脂 排除血液 血症等血里的垃圾 血里没有垃圾 气血通常 人会愉快 12. 体型美丽 人美不美 与血性有直接关系 人的血里没有垃圾 人一定漂亮及美丽 血里垃圾多 人自然就不漂亮 因此 步行能排除体内的垃圾和血里的垃圾 减少人体腹部脂肪的积聚 保持人体的形体美 13. 减少心肌梗色医学理讲 心肌梗色主要是气血不通畅 血凝快堵散血管而造成的 步行能减少血凝快的形成 减少心肌梗色的可能性 14. 增强肾功能 人本身懒惰 不愿意活动 做的时间长 会伤害肾 造成肾虚 肾炎 肾结实 肾功能退缩 因此 肾功血不足 肝血就不足 肝血不足 心血就不足 就开始生病了 为了治病吃药 增加肾的负担 步行能减少吃药 从而增强肾的功能 15. 大脑清晰 待在电脑前 待在家里看书 写文章 大脑会不清晰 不行吧 接受户外新鲜空气 大脑思维活动 变得清晰了 灵活了 明显消除了大脑的疲劳 提高了学习和修行 16. 增强视力看书 打电脑 发微信过多 视力退化了 具有关专家测试 每周步行三次 每次一小时 连续坚持四个月 者与不喜欢运动的人相比 前者反应敏锐 视觉与记忆力均占优势 17. 延绵异兽 生命在于运动的意思 步行是一种静中有动 动中有静的健身方式 可以缓解神经肌肉紧张 稳定情绪 这样寿命自然延长 18. 开发智慧 人愚笨与血性有间接的关系 人体的血里垃圾多 人自然变为愚笨 愚笨的人无法开发智慧 定时坚持不行 能排除血里的垃圾 消除疲劳 精神愉快 缓解心慌心剂 消除废弃污染 对强健身体 灵性活泼 提高智慧 为了你的健康 请开始步行吧 19. 异于大脑健康 腹外运动有助于大脑释放更多的心快激素内肺态 户外漫步比室内跑步机运动更有益于心理健康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